咱们的这艘导弹艇有几个特点 那首先呢 这是海军唯一的异形涂装了迷彩色的舰艇 那这样的涂装呢 也让它在打击敌人的时候 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这个隐身性能 那第二个特点呢 它是海军吨位最小的作战舰艇之一 那这样灵活的身材呢 也让它在打击敌人的时候 具有很快的速度和反应能力 那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火力突击性强 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呢 我们的这艘舰艇被军迷们称为海上飞沙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来到了导弹艇的前甲板 那这里呢也装配了一枚舰炮 那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一下艇长 您好艇长 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枚舰炮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枚舰炮是我们本艇装备的 唯一的一枚舰炮 主要用于末端防空 同时可以兼顾对海火力打击 那它是怎么样实现对海火力打击的呢 主要是通过对空中 以及海面目标的搜索 识别 判断 捕获 跟踪 同时带动舰炮 来实现对海火力打击 虽然小吨卫是导弹艇 在作战时灵活轻盈 但也正因为它的小巧 艇上的官兵 在战备值班或者出海训练时 要在比其他型号舰艇更加狭小的空间里战斗生活 那作为咱们海军最小吨位的作战舰艇之一呢 留给我们舱室的空间自然也不大 那像我一米六的身高 坐在铺位上 我是没有办法坐直的 而我们的官兵们呢 在出海训练的时候 有一半的时间里都要生活在这里 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不仅宿舍空间小 导弹艇上的厨房也非常袖珍 五六平方米的空间 一口电饭锅 一口炒菜锅 一口煮汤锅 再加上一位 由艇上其他兵种兼职的炊事员 就是艇上厨房的全部配置了 这一天来兼职的炊事员 是电子战兵梁泽琪 出海训练的时候 每餐都是几个菜吃得怎么样 我们出来的时候都是四菜一汤 那战友吃得饱也吃得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